这件文物呢 是民国雷山县苗族索宝秀 双龙抢宝纹对筋女上衣 是我们管管藏的一件珍贵文物 这件衣服上我们数了一下 权衣上下呢有十四条龙 首先呢有六对呢是双龙抢宝纹 有一对呢是在衣袖上的两个盘龙纹 一领衣袖上的双龙抢宝纹呢 它苗语呢是意为龙推着宝玩耍 二龙细珠呢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一个传统图案 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衣服上 临世上呢都经常出现 这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 这个图案呢有着喜庆丰收 祈求吉祥的美好愿望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龙呢 和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张牙五爪的 非常威严的龙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它呢是比较汉泰可居 比较质朴天然 可以说很萌的样子 而且它的龙呢也是跟它的这个生产生活 是相关的 比如说有的是龙头带着牛角 我们叫它牛龙 龙头鱼身我们叫做鱼龙 像这一件呢它叫盘龙 因为龙它有一种生殖虫派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呢一般龙纹旁边呢都会附带的秀有一些石榴花纹 或者说是一些果实的纹样 因为石榴就意味着多子多子多福嘛 贵州少数民族呢就用这个文样呢来代表希望自己的家族呢 子孙繁荣 索宝秀它一般呢是一种非常独特又非常古老的磁绣技法 一般呢是用6根9根12根呢磁线编成带 然后先把带子呢固定在底部上 然后绕成一圈往前顶 针呢再从前面穿出来 再绕一圈再往前顶 以此类推形成一个个小的小追角 所以呢索宝秀啊 它的这个文样呢是非常经久耐用 而且呢也非常的厚重古朴 极具于这种装饰感和立体感 人远远的看到它就会觉得非常的立体这条龙 很生动很形象 而且这种索宝秀呢因为秀工非常非常的费实 如果要做成这样一件衣服的话呢 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种秀法呢也算是流传的不算太广 在我们贵州的雷山和台里巴拉河流域一带流行 在我们的馆场当中呢就有非常多的龙吻的藏品 因为其实我们贵州的苗族谷歌里面就唱到 蝴蝶和水炮游芳也就是谈恋爱 那生下了十二个蛋 那么又有吉鱼鸟呢在艰难孵化后呢 诞生出了江秧也就是人 还有雷公龙王牛巷等十二个兄弟 也被称为苗家十二谷祖 在雷山一带呢他们喜欢用龙吻来装饰自己的圣装 而且他们的龙吻基本上是以绿色为主基调 中间呢会穿插一些粉红色来作为点缀 但是呢他们的底部呢又是大红色的这种绸缎 所以说红绿的这种对比非常鲜明 龙的形象呢它其实对于苗族同胞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吉祥的图案 它其实还有祖先崇拜 图腾崇拜 甚至生殖崇拜的含义在里面 它不仅能够保佑在这里的人 能够风调雨顺 家家都非常的和乐幸福 而且呢还能保佑大家呢 子孙繁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